我替夫君外侍养出个状元狼 功成名就时他红绸大马俯视我 谢氏 该把主母之位还给我娘了 各种汉人罪证相继爆出 我被祖谱除名 进了猪笼 同一日 他跪在新主母面前 小心翼翼扶他入祠堂 上祖谱 入住比我奢华十倍的福丰院 谢氏 是时候该把卓府主母的位置 还给我娘了 卓风骑着高头大马 红绸加持 越发显得贵气逼人 此刻他正冷着脸 自上而下俯视我 语气透骨得冷 我疑惑地看着他 风儿 你 在说什么呢 娘不就是你娘亲吗 谢氏 凭你也配 他挥了挥手 下人上前一把将我制住 扭跪在他面前 风儿 你这是做什么 我大惊 强制母亲跪在孩子面前 风儿此举对他不利呀 他才刚考上状元狼 一个弄不好就身败名裂 谢氏独妇 多年来 你迫害卓府姨娘质子人命多条 打压欺误我亲娘 假人假义 对我更是百般虐待 今日我着风功成名就 势必要将你这颗毒瘤 从卓府拔出 他忽然伸手捞起袖子 手臂上心伤就伤 纵横交叉 密密麻麻的 甚是吓人 风儿 你这是 我猛了 别说这么多伤疤了 就是被蚊子咬他一口 我都心疼 这便是我曾经带大的 温润如玉的贵公子 众目睽睽污蔑我 来人 即刻把谢氏押入祠堂 周遭站满了卓府 以及卓氏之人 各个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眼中满是鄙夷 沈妈妈 你来 把这个毒妇所做过的事情 逐一禀报给大家听 看是否有冤枉他半分 我转身 就见我的管事妈妈 正从身后站出来 眼神闪烁地看了看我 又看向上手的卓氏组长 和卓锋父子 求组长和老爷少爷做主 老奴一家子老小的性命 都拿捏在夫人手中 老奴 我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我对他和他的家人多有包容 从未伤过半分 可以这般污蔑我 我预感到 今日等待我的 兴许是个巨大的漩涡 浊风阴冷地屁腻我一眼 安抚他 不必害怕 有族长和一众族人与你做主 再不济 老爷与本少爷 也会确保你一家子的性命 你把你所知晓的一切 告知众人便可 疯儿 独父 你个纠战雀巢 抢人质子的贱人 你还有和脸面叫我 你根本就不是我娘 他才是我娘 我心一沉 看着他温柔的手 轻轻扶着 站在他身旁的柔弱女子 女子的另一边 是我那温柔体贴的好丈夫 赵氏 怎么会 疯儿 我才是你娘亲啊 他朝旁边的 卓管家看了一眼 卓管家呼呼上前 便给了我几巴掌 夫人犯下的恶事滔天 还是莫要乱认少爷了 以免污了少爷的名声 卓管家阴冷的话 犹如利刃插入我心口 我强忍着不是 吐出混合血水的牙齿 震惊地看着着风 他竟然让人打我 真不敢想象 这就是我一直爱惜 腾宠着长大的孩子 冬日里 我亲手给他缝制棉袄大厂 暖补汤一中中送入书房 夏季我去学了报冰 亲手给他做来结束 漏夜担心他睡不好 给他删凉才回去 我日日好生抚养他 教他做人的道理 教他断文识字 教他琴棋书画 待他长大后 送他入国子见 给他挑最好的夫子 终于把他培养成才 我连重话都不舍得 对他说一句 可如今 他却说我百般虐待他 还说我不是他的亲娘 他明明是从我肚子里 爬出来的呀 沈妈妈还不快说 着风催促 沈妈妈惊恐地 色缩了下身子 背书班说道 事情要从夫人怀孕 那时开始说起 夫人当初与赵 夫人同时怀了孩子 可老爷一直对赵夫人好 成天往府外别愿跑 夫人看得眼里粗在心里 怀胎十月后 夫人和赵夫人 先后生下两位少爷 夫人便想出一条毒计 命接生婆 连夜把二少爷换成狗 好让老爷冷落赵夫人 却不料中途一时紧张 手忙脚乱地弄魂了 因插阳错下二少爷 成了夫人的嫡子 大少爷则被丢到了 一个官夫猎户家 后来不知所踪 赵夫人这些年私子若狂 几次欲活不下去 都是夫人害的 我摇头 陌生地看着沈妈妈 沈妈妈 你明知道当时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谢氏 你还敢狡辩 着风满脸 怒不可恶地训斥我 卓越也恨铁不成钢地摇头 半句话不肯替我出面 卓组长也不屑地瞥了我一眼 像是瞧什么脏东西般 谢氏 敢做不敢认 这便是你身为卓府 当家主母的风范 此乃伺候了你几十年的老仆 若非亲眼见过你 做过太多恶事 不忍继续帮着你害人 又岂会站出来揭发你 他所说岂能有错 挠了挠嘴是一审妈妈 你继续 卓氏组长向来在卓氏 说一不二 我满腔委屈带辩驳 奈何无机会 沈妈妈上下嘴皮子一番 更多关于我的罪状 就那么酣畅淋漓地 从她嘴里吐出来 陆姨娘腹中接连两个胎儿 都死于谢氏手中 沈妈妈 天地良心 陆姨娘的两个胎儿 怎么死得你清楚得很 为何要推到我的身上 沈妈妈不敢看我的眼睛 低垂下头嫩嫩道 就是夫人您命老奴做的 老奴不敢再有隐瞒 夫人 您趁着老爷不在府中 命老奴送给陆姨娘 送了两回蜜饯 那蜜饯可都是 进了红花煮过晒干的 陆姨娘信任您 这才被您害了两回 我当年的确送过蜜饯 却单纯地 只是因为沈妈妈来禀报 说陆姨娘怀孕喜酸 这才送去 哪有添加什么红花 但似乎两次 都是自拿不久后 陆姨娘就小产了 看来 我被人利用了 而不自知 还有小少爷 也是您拖着便姨娘 让老奴利用他的小木头人 引他到池塘边 他这才掉下去的 便姨娘想不开 这才寻了短见 我眼貌寒光 若是此时还不知道 沈妈妈是故意的 活该我蠢死 可她为何污蔑我 看着虎视眈眈的人群 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调查了 不禁恨我识人不清 便姨娘的小少爷死的那日 她的确在我府中 却不是我留的 而是她自己过来 找我学双面秀 还有上位入门的秦姑娘 她还怀着身孕啊 您就 嗨 您让人害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让人将她欺凌致死 我树枝高阁的一个储物箱子 被翻了出来 沈妈妈用钥匙打开 里头放着的 正是我这些年汉人的罪证 譬如用我的绸缎卷帕包裹的红花 我写的书信 让她找人迫害秦姑娘 还有小少爷的小木头人等 沈妈妈 这些个事情分明与我无关 你为何要推脱 在我身上误导大家 居心何在 沈妈妈往后色索 嘴里却喊着 夫人 是您太恶毒了 所犯恶事老奴都数不过来 这些年老奴 跟着您坏事做尽 这才一个儿子瘸了腿 另一个儿子终身无法生育 老奴所说 句句属实 族长 老爷少爷 求你们给老奴做主 我目自欲裂 着实没想到 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 竟然都出自 与我贴身伺候的妈妈口中 他便是最好的证人 无需额外合时查验 也无人再听我的辩解 罪名既定 我在族人的非议与唾弃下 被族谱除名 一早准备好的猪笼 被提上来 我甚至辩解的功夫都没有 就被堵了嘴绑着 丢进猪笼成了糖 笼子被绑了石头 我很快连人带笼子 被沉入池塘最深处 无尽的绝望 铺天盖地而来 令我窒息 我拼命挣扎 却依然纹丝不动 最后一串泡泡吐完后 我的灵魂飘荡在四周 看遍了所有人 鄙夷而痛恨的嘴脸 呼的 一双流露出担忧而不舍的眼神 吸引了我的注意 是个后生 只见他一头扎进去水中 使劲把早已经冒完泡的笼子提上来 双目赤红 恨恨地环视众人 而后在众目睽睽与鄙之下 把我早已生气全无的身子 从笼中抱出 背着蹒跚离去 身后陆续有人乱扔石子杂草 还有人吐唾沫 我都不在乎 此刻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脸 只一眼我就看出 他的确才是我的 据说是附近村里官夫猎户失踪多年的眼 他长相笑我更多 身形隐约能看出来 与卓越相似 只可惜 他的腿居然是瘸的 许是被常年累月的脏活累活所累 皮肤有黑粗糙 看着雨个操汗无异 他背着我越走越远 我的灵魂想要跟过去 却被一道无形的壁垒所阻挠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背着我的身子离去 足中众人一边感慨我的恶毒 一边对卓风投以讨好的笑容 期盼新进的状元郎 有机会能提携一把 卓风依依微笑点头 风度翩翩 气质出尘 在一众族人的仰望下 雨从头到尾看了一场好戏 却并没有帮我辩解半分的夫君 一起扶着柔弱的陆姨娘 款款往府中而去 池塘距离卓府并不算远 我跟在身后 畅通无阻地入了府 我看见卓风跪在新主母面前 声泪俱下 诉说他这些年忍我忍得有多辛苦 诉说对他的思念之情 而后小心翼翼扶他入祠堂 上族谱入住比我奢华十倍的扶风院 我看见那原本对我温柔小异的夫君 言笑艳艳喊他为亲爱的夫人 他们恩爱更甚当处 我看见 曾经我住的院子被一把火烧光 夜里只有锦瑟一人偷偷躲在墙角 给我烧纸钱 哭得不能自已 后来我累了 干脆不愿回去 就守在池塘边 直到有一日 族中又有人要沉堂 他在水下睁开眼看到了我 睁大了眸子拼命挣扎 竟是被害了两个胎儿的陆姨娘 我下意识想要去捞他 可捞上来的只有空气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从拼命挣扎 到渐渐双目失去光亮 彻底沉入水底 猛然间头痛欲裂 再次醒来 正值三复天 我正在用团扇给午睡的少年删凉 那是一张只有七八岁的脸 是小时候的着风 我惊呆了 手上的动作顿时顿着 少年不满地转了个身 发出略嫌燥热的不耐 我使劲掐了一把脸 很痛 所以我竟然重生了 我冷冷地看着这个 看着犹如天使 实则满腹恶魔心肠的小白眼狼 内心的恨意 犹如滔天的江水 汹涌澎湃地铺天盖地而来 我下意识伸出一只手 想要掐死他 以抱他向害致仇 他忽然睁开了双眼 茫然地看着我 娘亲 您在干什么 我好热 你为什么不继续扇风 我一正 神色莫名地看着他 别看他如今还小 却在早已知晓 我不是他亲娘后 还口口声声喊我娘亲 心机如此深沉 难怪能成为状元狼 这时沈妈妈笑着进来 夫人 老奴让厨房熬了一锅绿豆汤 快喝了姐姐暑气吧 可别像陆姨娘般 尽了暑气饮食不思 整个人病奄奄的 我心思一动 前世灵魂游荡在府中 倒是知晓不少事情 沈妈妈头两年 就已经替赵氏办事 而作为回报 沈妈妈的两个儿媳妇 都是赵氏介绍的 如今沈妈妈的大儿媳妇 也怀孕了 她越发听从赵氏的话 自己带来的妈妈会是最忠诚的 却不想从一开始 就被人监视算计了 前世她也是这般引导我 说陆姨娘只吃得下酸爽之物 我这才让她送了蜜饯过去 哦 她可好些了 沈妈妈摇头 面露心疼 天热 加上怀孕 据说只能吃些酸爽之物 别的根本无法入口 我轻轻放下团扇 那便给她送些蜜饯过去吧 沈妈妈笑容加大 翻了一盒蜜饯出来 还是夫人您体贴 老奴这边去 也好叫陆姨娘知晓夫人您对她的好 着风已经了无睡意 起来继续学习 看着颇为乖巧 沈妈妈走后 我也带了蜜儿去看陆姨娘 因走的另一条道 倒也没有与沈妈妈遇上 道德陆姨娘的西风院 她正抚摸着肚子 面色柔和地捏了一块蜜饯 要送嘴里 妹妹身子可好些了 见是我 陆姨娘忙放下蜜饯 上前行礼 夫人怎得亲自过来了 刚还派人送来蜜饯 此刻又劳动夫人打架 可真是切身的不适 我称怪一笑 拉着她的手坐下 都下去吧 是一蜜儿上前查看桌上的蜜饯 蜜儿是我从娘家带来的陪家丫头 略懂得要理 与景色一般是个值得信任的 文言上前 粘起一块蜜饯查看 两酒 眉头醋了起来 夫人 里头的确有红花 不仅如此 另一盘蜜饯又被进了摄乡熏蒸过 由于果子味道浓厚 倒也掩盖住了摄乡的味道 陆姨娘一愣 夫人 妹妹 这段时日 无论谁送你东西 都要万分小心 从陆姨娘屋子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脸色铁青 沉声吩咐 没有我的允许 陆姨娘不可出院子 伺候陆姨娘的丫鬟 盲低下头大气不敢喘 很快 整个院子就传出来 我与陆姨娘不对付的留言 夫君卓越下朝后过来 原本阴沉的脸色 在看到我之后 柔和了不少 婉姨 他们又惹你生气了 卓越向来与我琴瑟和鸣 举暗其眉 我原以为我们会这么恩爱地过一辈子 谁曾想 竟然都是假象 这个障眼法当真用得极好 直到死的那一刻 我才知她所爱之人 是外头那个 陆姨娘竟然以下饭上 仗着怀有身孕顶撞我 我垂下眼瞼 略去眼底的 那抹嫌弃与痛恨 委屈道 那是该被禁足 谁让她惹到咱们婉姨 呵呵 灵魂徘徊的那段时日 让我看清的 何止是啄风 还有她卓越 赵氏一贫一笑 都能轻易牵动她的情绪 前世赵氏不愿她去陆姨娘的院子 便赌气让她去 卓越反倒不肯去 同僚送给卓越的妓子 卓越已经溅在弦上不得不发 赵氏一个肚子疼 就给赵回去了 妓子转头 就被毁了容 卓越反倒要跟赵氏陪笑脸 赵氏 是个不简单的 陆姨娘的事情 暂时告一段落 算算时间 便姨娘的儿子卓婷 也到了出事的时候了 十五上香那日 天气实在过于炎热 我一如前世躲在院中 沈妈妈过来禀报 夫人 便姨娘来了 我看了景色一眼 景色退下 便姨娘一如前世 上门向我请教双面秀的秀法 便姨娘是个商户女子 在给卓越做姨娘之前 是个泼辣很近的 自从生了儿子后 整个人性子平和不少 反倒多花了些心思在女工上 给小少爷做了不少席袜 我看着这个垂手 努力学习双面秀 只为给自己儿子绣个小肚兜的女子 感慨万分 若非小少爷被沈妈妈 引到池塘边推下去 他该是如现金这般 幸福地过着 肇事此人 当真该死 妻儿个 就先从斩断他 在府中的左膀右臂开始吧 景色在门口冲我点头时 我勾了勾唇 便妹妹 女工累眼睛 可不要坏了 趁着还没到中午最炎热时 我们出去走走吧 便姨娘笑着放下绣工 瞧我 一学起来就忘了 那咱们去吧 刚走到池塘边 远远地就瞧见 沈妈妈一边东张西望 一边引着一个两岁男童 往池塘边走去 但男童跟进了 一把将手中的木头人 抛向荷叶丛中 男童急冲冲就要去抓 一个收脚不及时 冲进了荷花池 荷花池的水渔大人而言不算深 但与他一个两岁孩童来说 却足以致命 沈妈妈见状 忙不迭就要跑 景色带着几个小丝从旁边出来 让人一把抓住沈妈妈 变姨娘吓坏了 尖叫着跑过去扑通就跳下去 一把捞起那个不停挣扎的小身子 我沉下脸 沈妈妈 你怎么敢 沈妈妈万万没想到 我和变姨娘双双瞧见了 她作恶的整个过程 吓得两腿直颤抖 当场尿了 变姨娘原本就是个泼辣的 这会儿把儿子救上来以后 上前对着沈妈妈 就是一顿狠狠的胖走 夫人 对不住了 即便是您的下人 我也要打了再说 算算时辰 卓越该下潮了 而且刚才我似乎看到一个小身影 从小路另一侧冒出来 很快又回去了 小崽子估计去搬救兵了 得速战速决 来人 还不仗毙这个害主的老奴 朵朵闪闪的沈妈妈 一听我的话 吓得活都没了 夫人 老奴冤枉 老奴这些年 对您伺候的尽心尽力 您是知晓的 刚才的事只是个误会 夫人饶命 莫说景色带着几个小丝瞧见了 就我与变姨娘双双亲眼所见 便不可能就这般放了她 见我下了令 小丝在无顾忌 手上就下了死手 沈妈妈很快就只有进的气 没有出的气 就在这时 密尔小跑过来 在我耳旁低声说 老爷带着人往这边过来了 我面色一狠 亲自抓过一根棍子 用尽所有力气 一把敲在沈妈妈头上 她在卓越到来的前一刻 彻底死透了 卓越生了大气 夫人 再如何也该报官处理 如今出了人命 为夫的仕途 必定受到影响啊 呵呵 看 多会说 以为搬出她的仕途 我便会心软 后悔 我要的偏是此等效果 沈妈妈如今被除 最抓狂的莫过于赵氏 卓越足足好几日没理我 这在成亲之后是首回 可见赵氏那里生了大气 卓峰看我的眼神变了 比以往似乎多了一丝害怕 毕竟才是个七八岁的孩童 即便在聪慧 再见着沈妈妈 被狠狠打死一事 也吓得不轻 夜里她开始做噩梦 时不时惊醒 她开始早晚给我请安 在我院子里待的时间长了许多 这日傍晚 卓峰哭丧着脸过来 贴身伺候的丫鬟 碧月低垂着头 娘亲 以往我都会抱抱她 然后问她何事揪心 如今知晓 她半柔弱 半可爱 半委屈等 不过是都她为达到目的 而使用的手段而已 便觉得隔应 怎么了 这是像双打过的茄子似的 许是我不如以往的亲密表现 让她有了危机意识 她想过来拉我 又不敢 憋屈地红了眼眶 父子们家中有事 都相继离开了 丰儿要没有夫子了 我瞥了一眼碧月 父子们虽然离开了 但娘亲给丰儿 报了周府私塾 不少世家公子 都在那里上学 当初这些夫子 都是我花重金求来的 德才兼备之人 如今既已知道 是她头痒不熟的白眼狼 又为何要继续浪费下去 娘亲 您是要让儿子 与那些卑贱之人 在一起求学吗 儿子不愿 着风耍起了性子 转过头去不看我 就在此时 门口气冲冲 进来一人 我那好夫君卓越 婉姨 风儿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你怎么能撤了他的夫子 送他去上 不得台面的私塾 我狠狠掐了一把大腿 泪水在眼眸里打转 夫君 我也不想的 可是咱们账上 已经没有银两可以支出了 前段时日见你忙 就没有跟你说 之前还有我的嫁妆顶着 可夫君时常与同僚应酬 来往送礼出手阔绰 如今早就没有了 账上还亏空整整一万两银子 我正想着 卖哪些铺子来应付呢 风儿是我的孩子 我自然想让他拥有最好的夫子 可咱们也得是情况而定啊 如今五位夫子 加起来一年的花费 就接近两万两 我只能忍痛割爱了 更何况 私塾里有不少孩童 皆是世家贵子 咱们风儿能与他们作伴 说不定将来与他学业上大有弊意 对了夫君 你也来看看 是卖哪些铺子来填补亏空呢 这些年 他以各种理由 要走了账上不少银子 就连如今肇事住着的院子 也是当年我的陪嫁 被他要走说送给一位同僚 迫于眼前的紧迫 卓越即便心里再不舒坦 也不得不接受 既如此 夫人合计着看看 怎么处理便是 为夫还有要事 甩甩袖子大不走了 没有了夫子一对一的教育 卓峰如今每日 只能与其他人一同去上学 他成绩虽好 但自幼不爱与人打交道 更是瞧不起那些 一同上学的孩子 故而成日里被欺负 回来后开始越来越沉默 偏我回回假装不知 他便拿屋子里的东西撒气 今儿个摔破一套 价值三百两的冰裂又茶具 名的砸价值五百两的燕台 一段时日下来 成绩一落千丈 人也焦躁不少 这日景色又来禀报 夫人 少爷他又受人欺负了 被打断了一根手指 此刻正在屋子里哭天枪地 我唇角掀起一些弧度 走吧 跟我去看看 走了两步 忽然想起什么 分分面 少爷的验他已经没有了 你去把夫君书房高阁的 那块极品灰烟取来 去到卓峰院子 还在外头就听到 他杀猪般的叫声 屋子里满地狼藉 一见到我 更是哭得不能自已 却不敢再发脾气 娘亲 那些人把我手指砸断了 你瞧 他一只手捧着另一只手 那只手上的食指 鼓鼓不停地冒血 看着都令人渗得慌 嘖嘖嘖 手指都被砸扁了 即便揭毫 也无济于事 我吩咐让找大夫后 拉下脸训斥碧月 你就是这么看顾大少爷的 来人 拉下去 把这没用的东西 仗则三十板子 三十板子要不了他的命 但能暂时断了 他与肇事的联系 碧月吓坏了 惊恐地向我求情 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 奴婢再也不敢了 奴婢一定好好看着大少爷 我挥了挥手 剑球我没用 他又赶紧掉转过头球着风 奴婢不能死啊 少爷 求求您了 卓峰刚想求情 我立马沉下脸训斥他 疯儿 你是娘的新头宝 若不是他看管不利 你也不至于伤成这样 他的贱命与你相比不值一提 别说三十板子 要不了他的命 就是要了也是应当的 没用的东西留着作甚 我的眼神和话语太过犀利 卓峰欲出口的话 就这么被堵在嗓子眼 只能眼巴巴看着碧月 被拖到门口 板子打在肉里的声音 扑扑作响 卓月好容易回过神来的脸色 再次煞白 很快碧月就被打晕死了过去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找个大夫看看 如此护主不利的东西 若是死了就扔了 没死就发卖了吧 我慈爱地看着着风 面露笑容 疯儿 你放心 娘再给你找个靠谱的丫鬟 示意景色把灰燕放桌子上 对了疯儿 你的燕太坏了 今后就用这个吧 他怯懦地点点头 大夫来了 看过之后摇了摇头 把断纸结了 上了药 我又让景色 找了靠谱的丫鬟 贴身伺候着他 有什么务必要来告知我 吩咐他好生歇息后 便离开了 心情大好 一个时辰后 卓越回来了 让人喊我去书房 据说脸色阴沉得不像话 我唇角微微翘起 来了 依照他重视 肇事和卓锋的程度 必定会大发雷霆 怪罪我没保护好卓锋 我得先下手为强 一进书房 便渲染玉气 抽噎道 夫君 我们的疯儿 被人弄断一根手指 心疼死我了 不知是哪个天杀的 我一定要杀了他 卓越原本阴沉的脸色 瞬间紧张起来 顾不得再训斥我 反倒好生安抚 夫人 这件事情 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了 你不要乱来 以免影响为夫的仕途 我擦了擦眼角 很是不甘心 可那是我的宝贝儿子 他们怎么敢 不杀了他们 难消我心头之恨 纷纷转身欲离去 卓越手忙脚乱的 一把拉住我 刚才责怪的神情 早已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 担心我胡来 毁了他的仕途之路 夫人啊 那也是我的宝贝儿子 我岂容他们放肆 夫人放心 我定了不了他们 趴在他胸口 我不着痕迹笑了 只怕你动不了 果真 次日我询问他时 他便支支吾吾 可不是 用石头砸扁着风手指的公子哥 正是他的好上司兵部 周上书的儿子 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这几日着风高烧不断 噩梦连连 好容易好了 让他继续去私塾 便满脸惊恐 打死也不肯去 卓越书房内 我沉下了脸 满脸痛心模样 风儿 你怎对如此不懂事 但凡爹娘有此能力 也不至于让你 与其他人一同上司赎 更何况 爹爹在朝中事多 就别给他添麻烦了 叹了一口气 又暗中垂泪 你是娘亲和爹爹的宝 我们又何尝不担心你受欺负 可若是娘亲 把你保护得太好 将来你一事无成娘亲 并会后悔不已 卓风听了连连点头 风儿 你娘亲说得对 别说府中如今没有这等实力 单说你如今已经不小了 也该学着去与人交流 过去就是爹娘 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才导致你一个学期下来 也并未与其他同窗 成为好朋友 遭人欺负 过几日便是元宵 你可以借此机会带上礼品 与其他同窗好友 多走动走动 拉近感情 卓风委屈至极 却只能答应 没想到这一去 又闹出不小的事情来 卓风去与同窗 拉近关系之际 被嘲笑断了一截手指 他一时忍不住 便口无遮拦 侮辱了太师府的笛子 还把人家的狗打死了 太师笛子本就不是个擅长 当场就把他打断了腿 还扬言要杀了他 若非吓人加热他跑得快 此刻说不定已经把命 交代在那卓风这次 着实被吓得不轻 回来后 整个人都呆呆的 一碰就色缩后退 理了 这次赵氏也在 据说是半路上 见着把卓风送回来的 若是忽略他此刻 正泪眼婆娑地 握着床上卓风的手 一个进求卓月找大夫救他 我便信了 眸光一转 我眼面上前欲气 风儿 娘的风儿 我一进去便哭得好不伤心 一把挤开赵氏 握着卓风的手 你告诉娘 娘要去杀了那人解恨 你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去去个 会怎会把腿伤成这般 一听我动不动就要杀人 卓月听得心惊 和赵氏相视一眼 忙制止我 夫人 你就别凑乱了 风儿的腿 是太师笛子打伤的 哎 太师笛子便能仗势欺人了 我冷声质问 娘 我没事 您别担心 卓风低下了头 我眼角余光 瞄到赵氏的手一紧 薄唇都要咬破了 偏还不能出声 夫君 这位大姐是 赵氏脸色一僵 手握得更紧了 一眨不眨地盯着卓月 卓月倾壳一声 不自然地介绍道 哦 是这位 妹子把风儿送回来的 否则风儿伤势会更严重 那可太感谢这位姐姐了 风儿是我的宝贝儿子 腾在手心怕话了 若非您 我可真要心疼死 来人 去库房挑选一些上好的衣料 再送上一百两银子 给这位姐姐 赵氏银牙都要咬碎了 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 应该的 不必客气 我面上就有多难过 心里就有多高兴 沈妈妈死了 碧月发卖了 她需要知道 什么还得亲自过来 瞧她那憔悴的模样 看来卓月最近去她那里的次数少了不少 可她在家的时间并不多 我脑海闪过一个念头 差点忘了她 这日天气不错 卓月今日休暮 此刻想必尚未出门 夫君 这是百味斋刚出的点心 尝尝看可好吃 示意景色 把点心盒子放下 卓月眼睛一亮 粘起一块尝了尝 频频点头 不错 甚是美味 那可不 前世 若说卓月最爱的人 当属秦姑娘无疑 而秦姑娘最爱的 便是百味斋的点心 只可惜 她死于非命 还被污蔑到我身上 这一次 我便给她个机会 能否保住性命 便在于她自己了 对了 据说玉树格最近新出了一款发簪 见者无不惊艳 若是夫君有空 可否帮妾身去瞧瞧 卓月眼神闪烁了一下 笑着点头 夫人有命 为夫奇感不从 笑着捏了 捏我的鼻子 我眯眼笑了 内心却无端生出一股恶心质感 她出门后 锦瑟也已经把马车准备好 留了蜜儿看院子 我带着锦瑟出门 直奔玉树格 玉树格内 一名玉树临风的男子 正帮一位 腹败貌美的女子 簪发簪 据说这是玉树格 最新出的极品发簪 我想着必定和你心意 果然如此 甚是趁你 女子含羞而笑 一双碱水眸 看人雾蒙蒙的 唇角好似会笑斑 整个人看着柔弱 却能轻易令人沉沦 而此刻的卓越 就沉沦在里头 连我进门了 一无所绝 我忽然就明白 前世最初卓越 为何要跟我提 让她当平妻 就连碧月来报 说是赵氏病了 也无法将她从秦姑娘 家中抽身出来 两人在卓越心中的位置 一目了然 可惜了 前世红颜薄命 两久 许事察觉不妥 卓越转过头来 见是我 忽然吓得直往后退 眼底的慌乱一览无余 她上前忙跟我解释 夫人 你听我说 我红着眼眶 直往后躲 满脸失望 夫君 我让你帮我瞧瞧 这款发簪 你确实 确实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哭着往回跑 不顾卓越的解释 上了马车 一路回了府 马车上 景色担忧地看着我 回府后 我假意大受打击 哭晕在屋子里 谁也不见 卓越回来时 足足敲了半天门 才被放进来 夫人 这件事情 的确是为夫不对 夫人可否听我解释 我不作声 自古以来 哪个男子不是三妻四妾 为夫至今 可有半分对不住夫人 为夫只是走了 每一个男子 都会走的路 为何夫人 就不愿意体谅为夫 我失望一笑 夫君想要纳妾 告知妾身便是 缘和偷偷摸摸 夫君答应妾身 带簪子回来 却暗地里 带着别的女人去买 难道不是 在打妾身的脸 听我似乎在乎的 只是她没有把 秦姑娘的事情告知我 而非嫉妒 她语气顿时温软下来 轻轻握着我的双肩说 为夫知错了 为夫今后不瞒着夫人便是 夫君既然喜爱她 那便 以平妻的身份娶了吧 无论谁做卓斧的主母 只消不是赵氏便可 赵氏 不知这份大理你可满意 秦氏要做平妻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去 碧月的商好以后 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 传到了赵氏耳边 傍晚 卓月急冲冲回来 脸色似乎颇为不耐 反观卓斧一片喜气洋洋 把她那些不耐冲淡了些 我问坐在撑着拐杖的卓风 风儿 爹爹给你取多一个娘亲 好不好 卓风眼神顿时凶狠 阴毒起来 带点歇斯底里 我不要 为什么还要给我娶娘亲 我不想要见到那个贱女人 她是个坏人 她夺走了原本属于娘的爱 风儿 多个人做娘亲 多个人疼爱你不好吗 不好 我不要 她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她暴怒的一把扔下毛笔 随手抓起灰燕 使劲力气往门口一扔 一片黑影刚好转进来 顿时惨叫声响车整个院子 卓月挂踩了 当场被打晕 头上多了个血窟窿 卓风吓得不管不顾 撑着拐杖跑了出去 一边跑还一边哭 当真是天助我也 我暗暗冷笑 吩咐下去找大夫的找大夫 找大少爷的找大少爷 府里一片鸡飞狗跳 大夫来到的时候 已经满地都是鲜血 命是勉强就回来了 但醒过来时 却成了傻子 取平气一事 便就此告一段落 倒是大少爷打傻父亲的消息 传得满京城 卓风在无往日 彬彬有礼的高贵公子模样 变得怯懦而易怒 被关在院子里 成天不是打下人便是摔东西 而卓越变傻了之后 更是到处乱跑 往往整日需要派人盯着 一不小心就跑没影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越鱼 眼看卓越的病情 没有好转的迹象 朝廷那边就下了诏书 卓越官职被罢免 秦一自然是没有嫁成卓越 倒是有不速之客 选择在此时拜访 与初次见面不同的是 这一次赵氏精心打扮过 果真比初次见面 要惹眼许多 只可惜 给谁看 卓越已然疯傻 我看了一眼角落露出的一节拐杖 轻轻冷哼 小小年纪 这躲着听墙角的毛病 真是不轻 夫人 咱们明人眼里不说暗话 你与灼狼合离 我告知你 关于你儿子的下落 从此咱们两不相干 如何 呵呵 竟不知他哪里来的底气 赵姑娘何出此言 儿子是我的 夫君也是我的 赵姑娘莫不是糊涂了 赵顺一面色有一瞬间猙獰起来 却很快被他压下 只是攥紧的双手 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思 夫人定是早已知晓 蜂儿不是你所生 否则这段时日 也不会特意冷落他 撤了他的夫子 还把他教导成 这般暴躁怯懦懦的性子 就连手和脚都被人弄断 这一连串的事情下来 我很难不怀疑夫人的用心 她越说眼眶越红 夫人也是做娘亲的 更是抚养了蜂儿好些年 难不成就没有半点母子情分 竟然由得他人这般伤害蜂儿 呵呵 伤害他 一想到他上辈子与肇事 卓越一家三口联合起来 害我母子分离 更是害我无端背上各种污名 最终被沉堂 我便恨不能吃其肉喝其血 放过他 谁又曾放过我和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会认为 我须听你的 他微微一笑 似乎漫不经心道 凭你爱你儿子 必定想要知道他的下落 而他的下落 只有我知道 我上前直视他的眼睛 上面竟无半分波澜 当真是个狠辣的女子 可惜了 他又算错医症 凭着前世的记忆 重生回来的次日 我就派人去寻找我的孩儿 也把当年的接生婆找了出来 即便赵氏不来找我 我也要找他的 所以 你这是变相承认 当初是你使得下作手段 换走了我的孩儿 他叹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 我也不否认 谁让你中途 抢了我与卓郎的婚事 明明我与他才是青梅竹马 凭什么你的条件好 就可以获得他的青睐 明明他答应过我 会想办法修了你娶我 却一直下不了手 难道不是因为你狐媚 他说过 此生只钟情我一人 却转头 就要娶秦氏为妻 若非中途横着你 我与他早已结为夫妻 他也不会朝三暮四 想别的女子 这桩桩渐渐 哪件能把你摘干净 我简直要气乐了 我横在他与他之间 所以他就要另娶他人 我若是早早时向 把他还给他 他就能牢牢绑住他的心 不会让他爱上别的女子 当真是奇葩的思路 赵姑娘 任你有万般说辞 说到底 我才是他的妻子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 我只告知你一句话 孩子是我的 卓辅义是我的 大门在那边 赵姑娘好走 见我游言不尽 他瞬间气急败坏 你当真不管不顾 你亲生儿子的死活 来人 送客 我大仇未报 哪会这般轻易放过他 光留着着风在府中 赵氏就能急风 卓月虽说傻了 但不知为何 竟然记得着风出手伤过他 见了他就没有好脸色 这日趁着众人没有注意 他抓着一把棍子 就往着风头上 没命敲下去 若非一个下人 眼急手快推了一把 着风当场估计就没了 但棍子还是碰到了着风 着风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一直昏迷着 这些我都没有及时知晓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办 上了马车 我把视线投向紧色 后折点点头 都已经安排妥当 我心中满是激动 甚至手都在微微颤抖 我的儿 两辈子下来 娘亲竟然是第二次见你 马车并未往寺庙而去 而是停留在东市的一个小摊边 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孩童 正守着摊子 见我来了 扯出一抹笑容 夫人可是要买这兔子 我瞬间红了眼眶 那眉眼 那表情 活脱脱就如我小时候的模样 若非赵氏和卓越联手 趁我刚生产完 调换了我的孩子 他如今该如着风一般衣食无忧 能接触到最厉害的夫子 学习到更多做人的道理 幸好 此刻也不算太迟 夫人 见我不吭声 神情莫名有些低落 孩童疑惑地换着 景色扯了扯我的袖子 我终于回过神来 笑了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小小年纪就出来卖兔子 你的爹娘呢 孩童休暖地笑了 我叫谢清熙 我没有娘 爹爹去狩猎了 他居然姓谢 我忽然想起 刚生完他那会儿 我给他手腕上绑了帕子 上面便是我的姓氏 难不成他是跟我姓的 我急切问 那你爹爹姓什么 他摸了摸后脑勺 我不知道爹爹姓什么 但人家喊我爹爹哑巴猎户 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把他带的猎物都买了下来 看着他回去了 这才回复 我刚回复 秘儿便把卓月打着风的事情 告知于我 说是已经派了大夫去看 可卓月下手太重 卓风如今还未醒 醒来估计也不太乐观 果真 到了晚间他终于醒了 却也傻了 呵呵 当真是现实报 当爹的被儿子打成傻子 如今 儿子也被当爹的打成傻子 肇事又来拍门了 这次却无人给他开门 在门口足足等了一日 他才不甘地离去 这些都与我无关 我唯一开心的是 接生婆已经被撬开了嘴 是时候起诉赵氏了 接生婆当年坐下 此等有魅良心之事 事后内心时常遭受谴责 便带着一家老小远离了京城 我花了很大力气派 人才把他找到接近京 有了他的证词 赵氏当年李戴陶将 把孩子换给我当笛子养 却把我的笛子随意丢弃的事情 被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 雅巴猎户也承认 绑着个手帕 手帕上面有个谢字 这才取名谢清晰 最终赵氏被叛锒铛入狱 我给了雅巴猎户万两银子 作为报酬 可他为人憨厚 竟不肯收 我只好悄悄给他 置办了铺子和附近的院子 若是想见我 可在院子里小住 他最终答应下来 三年后 陆姨娘和便姨娘 双双带着孩子来看我 旁边还跟着秦姑娘 不 该说陆夫人了 秦姨当年没有嫁成卓月 却被陆姨娘的秀才弟弟看上 去年陆秀才中了举人 后在京郊的一个小县城 做了县城 半年前提的亲 如今已是县城夫人了 夫人 咱们四个刚好凑一桌 这回可要杀她个昏天暗地 否则一二今晚就别回去了 就留在卓府 我和便姨娘相视一笑 摇了摇头 就别为难一耳了 人家新婚一耳的 亭子里四个女人凑一桌 旁边的亭子里也凑了一桌 大少爷清晰和三少爷 卓婷正带着快三岁的四少爷卓琳 用功读书 我瞥了一眼被填的池塘 自从大小两个傻子 打架下去淹死后 这里便被填了 上面种着的菊花 正开的鲜艳 全文完